颤抖吧 阿波这一部剧 在播出的时候收拾和口碑都是很不错的 人物情节的设定都很完美 剧情也是很不错的 那些立一个flag就打脸的剧情 真的是让人笑得支不起腰 不管是演员的演技还是颜值也都在线 看的真的是很过瘾哦 但是在结局的时候稍带着一些遗憾 不过好在还有第二部 颤抖吧 阿波之朵星风云 又名颤抖吧 阿波2 于8月6日上映 这一部剧更是一路贯穿反套路的剧情 还延续了第一部的画风 你想看的什么梗也都有 根本停不下来 这一部剧还是由郑叶成和安月希主演的 安月希在《花千古》中和赵丽颖搭戏 饰演的是唐宝 演技也不错 最后为了就花千古而死 也真的是很感人了 后又和杨幂搭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饰演的是小巴舍绍兮 也是很亮眼的 他自身的气质都是很好的 郑叶成的演技也是很不错的 颜值还高 再微微一笑很清晨 饰演的是美人师兄好梅 虽然说戏份不算太多 但是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和KO之间的小暧昧 也是让人浮想联平啊 第一步的时候唐清风也苏醒了 这也不禁让人为了他们这一旦念念情侣松了一口气呢 这一步延续了第一步的故事 当唐清风终于苏醒之后 却因为搅乱时空秩序 而被时空管理局追捕 为了逃掉他们改变了航行的坐标 希望回到唐朝寻找真相 却阴差阳错的来到了水朝 由于身份比较特殊 为了不引起蝴蝶效应 会威胁到后来唐朝的存亡 他们竭尽全力的去推动历史 按照史料记载的那样发展 来拯救这一切 他们还能不能再回到唐朝 能不能继续回到轻松的搞笑的日常生活呢 不过还有遗憾就是这一步的躲喵喵坏人了 很多的网友都表示不开心 第一步王燕良饰演的躲喵喵 也是承包了很多的笑点了 还有那个变成人的不可描述的代价 真的是笑死人了 第二步的躲喵喵 换成了徐家伟 他的古装造型也可以 曾经饰演过最玲珑里面的原理 颜值也高 演技也还行 但是有王燕良的躲喵喵在前 不知道徐家伟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不一样的躲喵喵的 很多网友表示 是不是王燕良的躲喵喵去打篮球的 所以没时间了 这个也是说不准的 对于这部剧 不知道有没有很期待的小伙伴 以及有什么样的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对于这部剧下方留言评论